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2的a次方加2的負位次方等於5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這個是2的 a次方 這2的2次方 那a我把它拿進來 a次方的什麼呢 2次方 那叫多少 這是2的平方 那我把那個負位次方拿進來 那2拿出去 就是2的2-a次方 的平方 那這個可以寫多少 寫成2的a次方 加上2的負位次方的平方 那多了一個交叉項 這展開來的話 2的a次方的平方是第一項 後項的話 2的負位次方的平方是後項 還有一個交叉項 交叉項是2ab 那這要減掉 減掉呢2 2乘以這個再次方 這兩個相等就1 所以要扣掉 你這展開來的話就是 就是這一項加這一項再加2 再加2你扣掉以後 就變成它了 那這樣的話等於多少呢 這就是5 5的平方 減掉 2的a次方 減掉2的負位次方 我現在給它平方 這平方以後 這個等於多少呢 或是說 這個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等於2的a次方 加上2的負A次方的平方 再減4 為什麼呢? 因為這把它展開來的話 是2的A次方的平方 加2的負A次方的平方 再減4 加2B就是加2 再減4 一減4以後這個就等到多少呢? 2的A次方的平方 加2的負A次方的平方 然後減2 減2的話就等於減2乘以多少呢? 2的A次方乘以2的負A次方 那這A平方加B平方減掉2AB 所以這2的A次方減掉 就是A減B的平方 的平方這樣子 所以這個等於這個 就是說 等於是我利用一個公式 利用什麼公式呢? 就是說 這是A減B的平方 等於A加B的平方 減4 就用這個公式 把A看成這個 把A看成這個 把B看成這個 好 那這樣子以後呢 那我就曉得 這是多少 這是25 25 25的話 減4的話 就是21 所以這個是等於21 所以呢 我把它開根號 所以2的A次方 減掉2的負A次方 這個就等於正負 跟它21 因為呢 這個有可能比它小 如果A的話呢 它如果是 小於0的時候 這個有可能比它小 如果A大一點的話 這個就比它大 所以它有可能 這個有可能是負的 也有可能正的 所以答案是等於這個 這是第二小題 好 那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等於多少 第三小題的話 我就看這個 根號2的A次方 加根號2的 負A次方 我現在給它平方 平方以後的話 就是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的話 跟它2的平方 就是2 2的A次方 這個平方的話 就是2的A次方 加後向 這個平方的話 就是2的負A次方 加上2AV 這兩個相乘就是1 所以是加2 所以這個的話 這是5 5加2是等於7 所以第三小題 答案是7